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哲 2023年已经要结束了 要说是整个2023年所发表的手机 各家厂商主要都在强大什么 相信大家三秒内都能讲出正确答案 对就是相机嘛 这也不是2023年才偶的现象了 总之旗舰机就还是各种堆料再堆料 除此之外你们应该也有注意到 今年越来越多家手机 无论高阶低阶 这个主镜头的感光元件画素 至少都是四五千万起跳了 那种1200万画素主镜的手机 在2023年真的少了许多 已经快变成稀有物了 像你看iPhone 15 跟iPhone 15 Plus 也已经跟上Pro系列用了4800万画素 Xperia 1 Mark 5 跟5 Mark 5 也从上代的1200万画素升级了上来 我现在想到今年有发表的 主镜还在1200万画素的手机 应该就三星Z Flip 5 了吧 其他还想不到 反正手机配备四五千万画素镜头这件事 以当今而言真的是日常到不能再日常 现在两亿画素都越来越常见了 但如果我们将时光退回到十年前 一只手机配备一颗4100万画素的镜头 哇那确实就颇为稀有了 因为当时强打拍照的手机并不多见 更不用说月异里有很大的机身空间 给镜头模组了 在那个力求机身轻薄简洁的年代 这简直是反其道而行 但这只手机其实也做出一个平衡了 除了让更多人知道 世界上存在着如此高画素的手机 且外型没有走样太多之外 我认为也一定程度的推动了手机拍照的风气 让越来越多厂商发觉 手机的镜头似乎是一片值得深入耕耘的田地 再加上 嗯 这个熟悉但已陨落的作业系统 拿来拍一部今年手机系列 我想它绝对是有资格的吧 所以来吧 欢迎来到阿哲的冷饭时间 想大家带来2013年7月 由Nokia 推出的 Lumia 1020 对 2013年 那这个Nokia 还没被其他厂商买走 依旧还有在做一些酷手机的时代 当时这位型手机的作业系统 还算是可以分成三大阵营嘛 那就是IOS Android 以及微软的Windows Phone 虽然说Windows Phone的市占率 至始至终都没有提过 IOS跟Android两巨头 但那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使用者技术 走在路上可能偶尔还是会看到一只 而推动Windows Phone手机的最大工程厂商 没有错就是Nokia啦 虽说早期的HTC 也有一段时间在经营Windows Phone手机这块 但还是不如Nokia那样专情 到后来Nokia的Windows Phone产品线被微软买下 挂上了微软牌子 也依旧做了好几年 且持续贯着Nokia赋予Windows Phone手机的系列名字 Lumia 要说Windows Phone手机就是Nokia手机 好像也有一部分是说得通的 反正今天的主角Lumia 1020 就是这众多Lumia手机里的其中一只 而且对我来说是数一数二经典的 因为这次手机是完全认真的想要做好拍照这块 对,刚刚也有提到4100万画素的主镜头 内年代多数手机都还在800万、1300万 Sony也是有推出2070万画素的Xperia Z1啦 但除了比Lumia 1020晚几个月出现之外 4100万也还是比较高 不过说到这个 其实1020也不是Nokia第一款镜头如此高画素的手机啦 2012年2月还有一支名为808 PureView的机种 同样搭载4100万画素镜头 当时在手机市场上就是真的前所未有了 而且808 PureView的感光元件尺寸其实比Lumia 1020还大 来到了恐怖的1.2分之1寸 诶,那时候的手机差不多都是3分之1寸这种大小的感光元件啊 但这个代价也是整个凸显出来啦 对,双关语,你看这手机有多厚,镜头有多凸 以当时大家的审美来讲,真的很难接受这样的外星 加上它还在用这个当时已经处于黄昏阶段的Cymbian作为系统 使这次的人气与销量真的蛮普通 但还是蛮值得放入将来的今年手机系列啦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反正我到Lumia 1020这里吧 讲了那么久,这个主角总算准备露面了 这也是我前阵子在某海鲜市场找到的二手品 除了计划还不错之外 你看,这组合还不只有手机本体啊 盒子写着Nokia Lumia 1020 加 Camera Grip 有些人应该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了 但我有点不能理解为何这两张图片是倒过来放的 照理讲应该还要再转个180度吧 然后这手机当时台湾也有卖嘛 所以还贴了神老国际的贴纸 其他几面就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了 十分具有当时Lumia的简洁风格 背面则是一些简单的标示 包含了高通的Snapdragon 就我手机啦 好像市面上只有所有的Windows Phone手机 他们用的都是高通的处理器 只是1020也不例外 那打开盒子的方式呢 就是拉住这个袋子然后往外拉 将将 手机跟上面这个配件就出现在这了 先看看这个Camera Grip 它写说confidence to get the shot 意思就是让你能更轻易地拍出好照片啦 所以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个让你手机变得更加相机的手机壳啦 这边凸起来让你的手更好握 然后也有快门键 而且凸这么一块的空间也有好好做利用啊 里面放了电池 插上手机能顺便帮你充电 底下也有电量指示灯 按这个按钮就能查看 其实底部也有标准的锁孔 让你锁在脚架用的 有点可惜的是这块黑色橡胶本来是防滑用的 但放太久已经老化脆掉啦 要小心别让它脱落 然后这个位置装成手机的盒子呢 里面放的就是Camera Grip的说明文件 这个核心讲到这啦 来看看主角 以那年代的角度来看 应该算是简洁又带点混沌吧 整个背面除了一块镜头模组 还有金属节点之外 就是一片空白了 说是这么说啦 但这块镜头模组也真的已经够大了 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隆起 当时就很多人说这很像一块Oreal在上面啦 只是你说它会难看吗? 这也是当时的我 也并不这么认为 除了比现前的808 Preview好看很多之外 我自己本来也就很爱 Romia手机那方正简洁的风格嘛 所以即使放了这块 整个外形我还是很可以的 而且仔细看这镜头处 你会发现上面还盖着一片保护盖 启动相机的时候它会自己打开来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当今手机已见不到的纤细闪光灯 就是虽然只会闪一下 但比LED补光灯还亮很多 不过这次还是有附上LED灯啦 两个都给你了 接着下面有着低调的Nokia logo 然后41MP 让大家知道它有着4100%的超高画素 再来还写着PureView跟Zeiss Zeiss就是菜市嘛 Nokia有很多强打拍照的手机 镜头都是有经过菜市认证的 至于这个PureView 其实就跟808 PureView相同意思 PureView指的就是 Nokia的旗舰相机代表词啦 只是这次没把这个放在型号里 不过6秒1060还有个内部型号 就是Nokia 909 因为它本身定位 其实就是Nokia 808 PureView的下一代啦 只是包装成了Windows Phone的形式 那你说Nokia还有没有其他PureView手机 诶是有的 它叫做Nokia 9 PureView 于2019年上市 搭载的是Android系统 然后 对这个镜头组外星也是十分有特色 将来有机会再来介绍这支吧 它又是另一种酷了 再来看看1020的正面 闪防logo放在这 右边是前镜头 下面则是Windows Phone的三大天网键 分别为返回、开始与搜寻 而且这片玻璃并不是全屏的 色个边边都有像这样 微微的往下去 看着更有质感 然后左侧没任何按键 右边有音量钮、电源键与快门 整个快门也是两段式的 按一半就是对焦 全按才是拍摄 那SIM卡槽放在顶部 耳机控也整齐的位在正中间 底下接孔还是MicroUSB的 左边也放了吊噬孔 再来这边就是喇叭与麦克风啦 比较特别的是 左边框的过度都十分圆润 北美虽然从这里就开始融起了 很有流线感 但顶部与底部却是完全削平的 这次那年代Lumia手机的标志设计之一 很有特色 而且你看这个机身 是从背盖一路延伸到边框 正面也能看到一圈 有拿过Lumia手机的人 就这机身的触感一定完全不陌生 它是后面的聚碳酸纸材质 虽然就是一种塑胶啦 但摸起来真的很舒服 而且也没有廉价感 我个人是蛮爱的 基本上所有Lumia手机用的 都是聚碳酸纸机身 打从Nokia第一支Windows Phone手机 Lumia 800就在用了 不过这种既方正简洁 又是聚碳酸纸机身的手机 Lumia 800也不是首发 所时出现这次设计的是 这是Nokia N9 它搭载系统 不是Windows Phone 不是Cymbian 而是十分冷门的Migo 这次又是另一个经典了啦 所以对 你们懂的我就不再说了 而且虽然机身说是简洁归简洁 但Lumia手机的配色 往往都是很活泼强烈的 像我手上这支 就是Lumia 920 与1020 的静点颜色 我自己本身就是黄色控了嘛 而且它是那种很耐看 也不俗气的莱姆黄 跟这好摸的聚碳酸纸结合 简直是绝配 此外这边也会像这样 有一圈耀眼的黄色围着 手感与世界兼具啊 哪怕已经过了十年 这方面的体验还是一样顶 而且这个相机手把也是黄色聚碳酸纸 所以装上去后整个契合度是非常高的 就好像他们真的人为一体了这样 反正来说说它的规格 此时2013年7月发表的手机 搭载了4.5寸的AMOLED萤幕解析度768P 而且比例是比16比9还贬些的15比9 或者是5比3 处理器采用高通的S4 Plus 具有双核心1.5GHz 转时中高阶等级 但当时更新的高通S600处理器也已经推出了啦 Nokia还是选择用比较旧的这样 记忆体有2GB,在当时还蛮够用 储存空间则是32-64GB 行动网路有支援到4G了 但不能插两张SIM卡 也没办法透过SD卡来扩充 有点可惜啊 强打拍照的手机最高只有64GB的空间能用 点群容量也不大,就2000mAh 也没有什么生物辨识解锁 跟当年多数手机一样 主镜头就4100%画素 但前镜头就没什么强打了 只有1.2MP 3.5mm耳机孔不意外的有配备 一开始搭载的座位系统则为Windows Phone 8 后续官方有提供更新至Windows Phone 8.1 但也止步于此了 事实上下个版本Windows 10 Mobile 准备要上市前 这个1020是能够装上预览版的 但可能是相容性不好吧 后续的Windows 10 Mobile正式版 Lumia 1020并没有在支援的名单内 也就是说透过一般手段 最新就只能到8.1版本 但如果透过非正规方式嘛 对,它其实还是能装上Windows 10 Mobile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来折腾一下 那Lumia 1020的32GB版本 当时在台湾的售价为24900元 在当时就是个妥妥的旗舰机价格 但比起它特色也很明确嘛 所以当年是台湾卖的也不算太差 那么除了黄色之外 Lumia 1020也有提供黑色与白色 一样都不错看 但当然还是黄色最特别 最具代表性 那也差不多可以让它开机啦 其他盒装配件 前使用者几乎都拿走了没放在里面 只剩耳机的耳塞 还有一些说明文件 说明文件的话就是说明书跟这张纸条 但这张纸条蛮值得看一下的 上面写说 Nokia Lumia 1020 极众多惊人技术于一生 而且您真的可以听见他们的声音 令人在它的PureView相机上 装有精巧的缓冲装置 让整组光学镜片浮动于许多细小的滚珠轴层上 所以如果您听到从Lumia 1020 发出零件晃动的声音 别担心 您听到的正是完美相片和超稳定影片的最佳保证 现在就试一试相机 当您按下相机按钮 启用相机并轻轻摇晃手机 您会发现这个声音消失了 它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当今熟悉的OIS光学方手震啦 但是东西在2013年确实真的还很少见 而且你们自己听 这手机是真的有零件晃动的声音 而且很明显 就连我这样放桌上 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 所以确实是有必要另外再说明一下啦 不然买它的人 真的会以为是买到瑕疵品了 而且晃动有声音 这个算是个缺点吧 结果官方还有办法把它转化成 优质相机的证明 喜欢的人真的是还蛮猛的 好啦,真的要开机了 眼尖的各位 或许第一眼就能看出 这块AMOLED的萤幕了 除了黑底就是纯黑之外 比较早期的AMOLED手机 它白色部分的色片还是比较严重的 不过这激光保证是真的好啊 即使是塑胶机身 还是只有一点点刮伤而已 萤幕烙印我检查过也是很不明显 平常使用是看不太出来 然后这就是Windows Phone的锁定画面啦 电脑是Win8、Win10的 看到这个应该很有既视感 因为就是这样的调调 而且放在2013年看起来也不会过时 然后节奏的话就是往上滑动 而这个开始画面就是我们的主页 各种大大小小的砖头 有些还是动态的 解决当年微软最强打的设计嘛 你看Win8跟Win10的开始画面都在用 想在电脑上也好 去复制它的使用者应该少之又少啦 而且事实上最近使用这个动态砖 以这种既平面又简约的Metro风格的系统 并不是Windows 8喔 而是在2010年10月所推出的Windows Phone 7 对是从手机系统开始的 你就知道微软的设计走得有多前面了 从2010年就开始在搞平面化 过了好几年其他厂商才相继跟进 然后成为流行 结果现在啥都没啦 Windows Phone已成为绝响 Windows 11也拔掉动态砖了 妥妥的时代眼泪就在大家眼前 你比如说这个动态砖啊 这整只手机都是时代眼泪 你再也看不到Nokia出这种设计的手机了 本来这边可以随你旗号去拖动换位置啦 也可以选择它的尺寸 那想要看你撞的所有App 就是往这边滑动 按这个自首也能快速寻找 或者直接按搜寻也是可以的 啊 然后这手机是Windows Phone 8.1的系统 当时也是可以从状态栏下拉出通知中心 还有各种开关 就跟Android系统一样 然后这手机啊 抓换一幕之后 居然还是有Always On Display的 虽然只是显示时间而已 但隔壁Android阵营到了2016年 才建议开始流行这东西 iPhone就更不用说了 14Pro才放进去 此外待机时点两下的萤幕 它也会自己亮起来 这也是比Android手机还提前一段时间的功能啊 那我们就开它的设定App吧 哦 这个开启的动画看几次都不会腻 你想想看这可是当作2010年旧的动画哦 然后城市的风格差不多就像这样 你也可以改变你的系统辐射 这个开始画面也是能更换背景的 而且这背景是直接套用在动态栏上的哦 结果就会像这样子很有意思 铃声的话 当然要放一点Nokia的元素嘛 这台铃声听起来是这样的 然后关于装置我们也来看一下 名称就是Windows Phone 你看这个信号 它真的就是Nokia 909 然后运行着Windows Phone 8.1的系统 那你说这系统能不能多工处理 当然是有的 查看这个返回键就能进入多工画面了 往下滑就是砍掉App 开始画面就是主页 所以不能砍 然后这个搜寻按钮 按一下就进入Beam搜寻画面啦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键盘 啊这就让我想到 虽然当时台湾就已经有在卖一些Windows Phone 7的手机了 但当时Windows Phone 7系统是还没有中文语言的哦 你只能选择英文或其他语言来显示 所以可想而知 那时候台湾也是卖得很差 是直到后来推出代号 芒果的Windows Phone 7.5之后 才有支援中文显示 那这个Beam搜寻是还能用啦 只是浏览器的话 因为版本太过老旧了 所以当今很多网页都没办法正常显示 但至少它是不太lag的啦 不过是具有2GB的RAM 只是 其实你也做不了什么了 因为有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Windows Phone 8.1的App商店 已经被仪器淋不上了 要装App只能找安装档 然后手动装上去 但那些要联网的App 应该大多数也都不能用了 毕竟这系统还是太久 那你说开个相机总是可以的吧 是没有问题啦 这里就有相机的App 但事实上 这个相机是微软内建的 你如果真的好好利用这1020的强大相机功能 就得用Nokia制作的Lumia Camera才可以 它可以手动调整各项参数那些的 微软内建就超阳春 只有基本的东西 只是呢 我这样翻了一轮 它是没有Lumia Camera在里面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内建 可能要自己到商店宰吧 问题是商店已经挂了啊 看来一直能找安装档了 这个晚点再来折腾啦 但还是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还有听一下这镜头开启的模样 嗯 还蛮疗愈的 也来试拍一张照片看看吧 即使微软的相机我不是很想用啦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虽然我不确定内建的相机 有没有到4100万画素啦 反正到这状况Lumia Camera之后 我们再来跟当机的手机比较一下 这个是一定要的嘛 那这支Lumia 1020的开箱介绍就好这吧 感觉这手机还有蛮大的可玩性 虽然我对Windows缝系统还蛮陌生的 以前的我只玩过Windows Mobile而已 不过多花时间去爬文找一下资源 应该还是能有一些成果的 所以各位就等我一下吧 晚点见 好啦各位刚刚如果有检查影片时间之后的话 应该就已经知道 接下来这几天我真的是跟他有的耗了 但说真的 这是我耗的心甘情愿 因为我必须说 这手机实在是太超前 太让我惊喜了 首先跟各位分享一个小发现 因为这段折腾期间 一个操作都需要接上电脑 所以我也注意到 Windows 档案中暗 是会正确显示出 这手机本身的icon 的 果然是自家产品的特别待遇 那么开箱时有说 我要去找Nokia自家的相机软体 Lumia Camera 嘛 但当时初步找了一下 都找不到能用的安装档载点 而经过爬文 看到有人表示 可以透过微软自家的 Windows Device Recovery Tool 软体 来回复手机资料 于是我就照做了 结果我发现这层次 在伺服器找到的韧体 居然还比这手机本身的韧体还旧 但我无所谓啦 就按了进去 反正这手机 是没有不允许系统降级的 正当我心里在想 这是微软自己提供的做法 不可能会出问题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这过很久 还是完全没进展的进度条 OK 果不其然 本部影片首次搞机就翻车 此时的我也开始 为接下来的折腾规划感到担忧 而且更惨的是 手机现在完全开不了机 好 这支软体 还有个紧急救援模式可以用啦 这个时候我的手机韧体 看来是处于已经毁掉的状态 幸好再按一次之后 进度条就再跑了 最后也顺利完成 重装韧体的步骤 还真的是好险啊 要是这支手机出问题的话 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救 而且设定完后 这个Nokia Camera 也直接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第一个目标 达成 对 虽然我开枪时讲的是 Lumia Camera 但Nokia Camera 其实就是Lumia Camera的前身啦 只是版本新旧而已 这个Nokia Camera 虽然是旧版的 但里面的功能 应该也都大同小异 足够齐全 而且你看 它的可玩性真的比维尔内建相机要多太多了 按下这支镜头就能进入专业模式 里面可以调色温 对焦距离 爱时候可以从100到4000 快门速度则是1.6000分之1到4秒 4秒以当年来说 应该已经是前所未有了 然后还有曝光补偿 从负散到加散这样 但在一些比较暗的场景下 对焦的时候 预设会亮起LED灯来辅助对焦 这也能设定关掉 然后另一个重点 则相继是能以RAW原始档来储存照片的 则则当年也是极度超前 找了Android阵营好几年 总之有三种选项让你调啦 第一个是只存500万画素的JPG档 第二个是同时存500万画素跟3800万画素的JPG 第三个则是一张500万画素的JPG 加上一张3800万画素的RAW 对 它是3800万不是4100万 因为拍出来的照片 还是会裁切掉一点点 不过3800万画素的原始档 对于储存空间也已经有得瘦了 这样拍下来 一张差不多就是50MB 你说这手机容量最多只给到64GB 怎么会够 而且受限于当年处理器与记忆体的速度 如果选择存原始档 那拍一张照片真的就要花很久的时间去等存档 以当镜标准来看 这速度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而且其实你如果选只存5MP的照片 那依旧还是要等好几秒啦 同样道理也能套用在相机APP的启动速度上 毕竟这镜头底子真的是比当年任何手机都还大 难推啊 那这相机还有个包围曝光的选项 它会连续拍摄3或5张低曝光到高曝光的照片 其实这就是当今手机HDR的原理啦 现在的HDR就是透过不同曝光程度的照片来合成的 但Lumia 1020 因为当时处理器还不够力嘛 所以除了拍摄时间很久之外 照片也要由你自己来合成 那现在合成这种照片也很容易啦 Lightroom 有个HDR相片合并的功能 点它一下让它处理好 再自己细调一下 一张媲美当今手机的照片就出来了 只是当年Lightroom也还没有这功能就是了 而且再怎么说也都不如当今手机按一下快门 就完成一切那样方便 这就是软一体的进步啊 那么它的录影模式嘛 能调的参数有色温还有焦距 最高解析度不意外的就是引领Minep 30fps 即使镜头本身画数够 当年效能还是录不了太高的画质 还是来说说这个超级有意思的智慧连拍吧 它又再按下快门后快速拍下10张照片 此时就有很多玩法了 首先这个最佳相片 就是让软体选出10张里最好的一张照片 至于移出移动物体也是交给软体判定 把一些移动中的非主体给拿掉 留下更干净的背景 咦?这跟Pixel的魔术橡皮渣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 原来Pixel的技术 Nokia 10 年前就在做了吗? 如果你还不这么认为的话 来看看变更脸孔吧 它还记录下这10张照片里你的脸部表情 然后在变景不变的情况下 让你选择要换何种表情上去 诶?这不就是今年Pixel 8 系列的换领功能吗? 所以说以效果来看 当然是Pixel省出 但想想于这10年前的手机 就做到了类似这样的事 真的还是蛮让人不禁赞叹的 至于另外两个效果 比较适合用在快速移动的主体上 这个快速连拍就类似叠图的概念 动态对焦就很像追焦照那样 让主体清楚背景用动态模糊处理 是的 这也是好几年后Pixel才新增的功能 你说这手机走的还不够前面吗? 然后不得不说 这Nokia相机的教学课程写的还蛮用心的 除了手把手教你怎么运用它各种功能 以及碰到什么场景可以调整哪些参数之外 还告诉你各种基本的摄影术语 它就很像那种在认真推你入摄影坑的朋友 不过的确啊 用这手机真的就是要用力的去玩它的相机 让这块Oreal 发挥得淋漓尽致 所以来吧 现在就是样张时间 我们先比较手机评测传统 秉个真正十年后的拍照旗舰S23 Ultra来个对比 其中1020的照片都是3800号素的原始档 然后完全不修图转成GPG来的 那1020的主镜头焦段还是26mm 以那年代来说应该已经算广角了啦 但跟当机的23mm就是有差 然后两支的白平衡都是自动 但1020在这里偏红了 不像当今手机那样准确 那S23 Ultra这里我是用5000万号素去拍的 所以就来跟1020的3800号素比较看看吧 而这个时候 当今手机处理手法的利与弊也随之浮现 1020就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完整呈现 不会让你有种好像没有超高画素的感觉 但那些杂讯也是蛮清楚的 很多地方都有 而S23 Ultra呢 就是会另外帮你加料 虽然杂讯被处理掉看起来更干净 但它同时又加了锐化处理 这里的结果就是 某些细节反而会不如画素烧地的1020 所以我会更喜欢1020在这里的表现 只是到这种逆光场景 当然就还是当今手机厉害了 假如不叠图直接拍摄的话 结果就会像这样 天空整个购曝底下暗处也没比较亮 就很有10年前手机那位 没什么HDR介入 至于望远的话 我们就来跟S23 Ultra的望远镜头越级挑战 1020至始至终只能以裁卸的方式 但在三倍望远的情况下 其实也真的跟三星的无损差不了太多 就只是刚刚讲的白平衡偏红而已 而跟三星的10倍前望镜相比 1020当然是赢不了 可是欸 光靠主镜头放大就能有这样的表现 这也已经胜过当今许多手机了吧 拍下这张照片的当下我真的又惊又喜 说明1020这镜头的底力实在是非常非常深厚 至于拍15的话 1020当然是没什么AI美食滤镜 整张照片也比三星柔和 没那么清晰 从三景程度也能看出还是S23 Ultra较重 比起人家的底子可是2亿化素 至于前镜头的话 就没啥好比的了 1020完全没在总共这部分 拍出来就是10年前标准水平 到了手持夜拍 1020也敌不过当今儿的软体技术 没有HDR 暗出细节也不够 但有意说一 这在2013年的手机里已经是很棒的表现了 那如果是上脚架 然后把ISO跟快门时间都拉到极限的话 就还是不如隔壁30秒的夜景模式 细节虽然还OK 但是杂讯满天飞 但我还是想看看它的实力能到哪里啦 所以这里我尝试为它加工了一下 拉远时挡进Lightroom先提升曝光 然后再用当今的技术AI降噪 来看看到你能有什么成果 结果好吧 杂讯是少了很多 但很多细节也随之被AI抹掉了 除此之外 整张照片也还是有杂讯留下来的色块 看来AI降噪还是应付不了这种过于极端的图片 攒了这个对决还没结束 由于刚才1020的望远时里太让我惊艳了 面对拍摄当天又大又圆的月亮 我也决定拿起手机朝这个方向指去 结果拆机之后好像也没辙啦 即使我很确定2013年已经没别的手机能拍到这样了 但人家终究是离我们38万公里远的东西嘛 不过没关系 我们再来加工一下 人家拆机都可以用AI修月亮了 让1020也AI一下终究不算犯规吧 于是我让这张照片以AI的方式提升了解析度 而最终结果就是这样子的 这张1020还不是去抓月亮资料库贴上去的 只是提高解析度而已喔 再怎么说 我认为这都已经完全不愧对 这手机背后标的41MP了 虽然是这一支Rumia 1020对比 S23 Ultra的录影测试 那1020的话最高就是10MP 30fps嘛 不像S23 Ultra有4K 60fps 这个就是时代的差距 不过稳定度的话 我觉得以2013年手机来说 多亏它的WISE好像是真的还不错啊 然后以下照片就是1020的独秀时间啦 这些我都已经LINE ROOM修图调色过 值得注意的点是 既在拍摄前有用数位变焦望远放大过 出来的原始档 还是会给你没放大时的完整模样 而部分照片我也用了这个AI降噪功能 这在杂讯没那么多的情况下 还是很实用的能提高照片纯净度 再加上刚刚示范的AI放大 你真的会觉得这10年前的手机 完全不像10年前的手机了 除了要再探当今AI的厉害之外 没有1020这种过人的底子 以及能调参数拍原始档的相机 也是达成不了这些的 绝对是那年代拍照可玩性最大的手机 没有之一 但其他部分的可玩性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啦 这样的作业系统也使它在2023年的使用度 除了打电话之外也仅存这个相机了 有啦,顶多看个YouTube吧 美金浏览器虽然很慢 但至少还算看得懂 导商店仔App什么的 你也别忘记Windows Phone 8.1 早就已经断联 不能用商店了 所以既然要让它的使用度最大化 我们就别浪费时间了 第二次折腾,Let's go! 本次的目标就是以非正规的方式 将1020刷上原本不居然的Windows 10 Mobile 经过爬文 我打算用名为Universal Updater的工具来升级上去 哪一开始当然也顺利的碰壁了 软底告诉我手机的系统版本太久 至少要8.10.14219.31以上才能用 插了一下我自己的版本 8.10.12393果然太久 于是我依照网路上指示 再来Windows Universal Tool 这软体 现在要做的就是将手机升级到 比较新的Windows Phone 8.1 版本 反正又是一番折腾啦 而且也是开始深入研究这些才发现 这个Universal Tool 真的是玩Windows Phone必备的好东西 总之虽然又翻车了几次 但后来总算成功让手机进入更新流程了 对 2023年光是升级个小版本就那么麻烦 因为现在也不能透过OTA 方式 让Windows Phone 8.0 的手机联网更新了 伺服器已经断连 那么升级之后 界面也变得不太一样 检查系统版本我们已经到8.10.15153 了 但我们是不尽其逗留的 通往Windows 10 Mobile 的道路继续发车 操作了几下Universal Updater 手机也再次收到更新通知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跑完后就会是Windows 10 Mobile 的系统了 但前提就是不出意外 跑到一半手机直接出现很像蓝屏的哭脸 完全吓得我措手不及 还能怎么办呢 就只有继续想办法补救啦 现在是完全无法开机进行系统的状态 于是我照了别人的指示 新像系统刷回8.1 去 后来是顺利开机了 但因为我刷的是别国家的韧体 所以开机画面变成这样 总之所有的步骤又要重来 这次我也改用了另一个刷Windows 10 Mobile 的工具 过了又几个小时之后 我们也终于看到了这个画面 Windows 10 Mobile 你终于来了啊 但事实上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啦 这次打开试集 会发现这伺服器一样是断联的 后来得知是因为这版本还是太旧 所以2015年的1511版本已经停止维护了 嗯 所以又要继续忙啦 由于已经不是这台1020官方有支援的版本 所以新阶段依旧不能直接进设定线上更新 得透过一些手段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 来骗过微软让它以为这是能更新上去的手机 步骤都做完后见证真相 nice 成功骗过 于是就这样让它一步一步更新了上去 最后我们到了1709 版本 也就是微软推出的最后一版 结果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 我们的Nokia 相机消失了 好没事没事至少现在App商店可以连线了 我们只要搜寻Numia Camera 将它装回来就... 好... 靠...不相容是怎样啦 看来一切尚未画上据点 好在之前我找不到的相机安装档 现在是给我找到宅店了 正当我认为 只要点个安装档就能正常使用时 不是装完之后完全没出现这程式机 就是有出现了 但开了之后不能用要我更新手机 我都将版本更新到不能再跟了 是要怎样啊 唉好啦我自己找到解答了 太新的Lumia Camera 是也没办法装在这手机上的 而且旧版安装档虽然找得到 但又要经过各种步骤去设定 才能将它装上去 总之最后 它终于出现 这也可以正常使用了 而这天花在折腾手机的时长 也默默超越了8个小时 反正大目标算是完成了啦 但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原本的OZon Display 交不出来了 不过此时的我 已经不再感到害怕 这段期间操作下来 已渐渐得心应手 网路上说怎么做 能将AOD加回来 我就跟着做 总之最后 AOD正式回归 但让我想不到的是 它以一个更强大的形态 出现在这手机上啦 是的它不再只显示时钟 除了日期与通知之外 居然还可以让 鎖定画面的背景 藏住在上面啊 这不就是9年后的 iPhone搭载的东西吗 所以说那年代 还没有什么1Hz可变更新率 想要省电 就得像这样 将图片整个粗糙化 但你看 这手机是不是又多了一个 走太前面的元素了呢 而且它除了能设定 要显示多久之外 侦测到从口袋或包包拿出来时 它也会自己亮起 只用性程度 已经超越当今部分 厂商的AOD了啊 那你说 重点呢 日常使用的部分呢 嗯 我用了 很遗憾的就是 我也失望了 插上SIM卡的话 是还可以打电话连上网 没有失去它身为手机的本质 而商店是也连得上 但那些各位眼中 基本到不行的必备APP 它一概都没提供 不是没上架在商店 而是很多APP 打从一开始 就根本没有Windows手机的版本 运气好的话 是可以找到少数别人制作的 还能用的第三方软体 不然就是退一步 如果还能用浏览器看的话 也OK 但也有不少个平台 真的就是连浏览器都不给上了 或是APP早已停止维护 成为了空有躯壳的孤儿 现在比较能做的 真的就只算去装那些古老的游戏们 然后借此回味一下 那十年前的时光了 说真的 还蛮感慨的 即使前面发觉到了 如此多创新 找别人好几步的元素 但他被人遗弃的速度 却比谁都还要快 直到如今即使更新到最新系统 依旧只剩下拍照 还有拿在手上把玩的价值 我是不责怪任何人啦 作用系统本来就是 谁说欢迎大家就用谁 一个系统做得再好 要是没多少人使用 自然也不会有开发者想投入时间去经营 但觉得可惜嘛 当然也是难免的 尤其是这几天的深入使用 真的是体会到了 它让我意料之外的可玩性 还有那个已经不可能的前途 此外这段期间 为了研究这支 我也爬了很多文 加入了很多群组 这才发现 到现在依旧喜欢Lumia 喜欢Windows手机的人 还是很多 许多教学 必要答案等等 我都是从那里取得的 这我很感激 但也感受得出 他们内心的无奈与不舍 不过也只能这样啦 被仪器已经是注定 毕竟你微软自己都不要了 但很高兴 我还是有体会到这个系统 以及这手机所带来的美好 荧幕前的你 有什么相关的回忆 或者对于这部影片 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留言分享给大家哦 喜欢这部影片 想把它支持的 就按完再走啦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